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想上来问一问 这本书您是以个人的经历为一个主线 一个主轴 然后里边夹杂了您的感情故事 家庭 也有事业上的奋斗机遇 当然也有中国官场 商场上的很多的细节 这么多的东西写出来 按道理说人家也会讲 主要的读者 可能一开始应该是中国读者 或者是中文读者 为什么上来这本书 先用英文版来出来呢 因为我当时是这么想 就是说我觉得 就是说中国其实 怎么中国人吧 对我国我党共产党的认识 其实有一定的认识 我是想如果是 我出这么一本书 可能在中国人的人群里边 能对我党的认识 我国的认识 从四五六可能增进一点 变成六七八 那么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在权益和商界最高层里边打转 那么我觉得可能对事物的改变 对世界的改变可能非常有限 但是如果我出一个英文版的话 我觉得现在能改变世界 这个目前的状况了 可能是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关系 那么如果我出英文版的话 对西方 然后帮助西方世界 可能从零或者一 对中国的认识 变成三或者四 那我觉得这个带来的影响 是应该远比在中文世界里边 从四五六变成六七八 带来的影响要显著的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出一个英文版 可能更对这个世界未来的进程 可能更有一些帮助吧 您讲到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 开场白的时候 我也讲到有那么多的英文的报纸 杂志电视都已经访问过您了 那您觉得 您一开始期待的这个影响 有感觉到了吗 还是现在有一些什么 特别的觉得后悔的地方 有没有 其实应该说 其实这个影响要比我想象的大了 因为我刚刚 我往前走这一步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 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有两个点 一个点是 我出书 我写这本书 其实起步点是为我儿子写的 我没打算出版 我就打算就是说 他妈妈失诚了一年多 我想 与其他开始九岁 开始上网 那与其他网上搜寻 找出来很多 不争不实的信息的话 我还不如我来写一个 我的故事来告诉他 那么这个是我的出发点 那最后走到那一步 说去出版 那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过程 因为那个其实19年香港发生的事件 香港是我长大的地方 对我影响非常大 这个对我触动非常大 也是我决定出版的一个很大的触动原因 所以那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应该 我想 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说这个结果是如何 我觉得是世界上太多事情 可以是巧合 太多是机缘 不是特别是这种事情 不是我一个微博的一个个人能够掌控的事情 所以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任何结果 我都会接受 那么只是机缘巧合 那我党又在这个 把我那个前期失踪四年以后 出版前的两天 让他重新出现在人间 然后给我打电话 那把这个事情其实是 把整本书的这个知名度 推向了另外一个情况 因为本来我是只是出一本书 其实可能都是历史故事吧 那突然之后这个人失踪了四年 无音无信的失踪四年以后 突然一下出现 那就变成一个live event 对吧 一个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那把这个人失踪完全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度 变成所有的新闻媒体 都对这件事很有兴趣 因为这是太戏剧化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些都不可能在我的计算之内 我也没这个计算的打算 我只是认为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结果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可以说你里面写了那么多的具体细节 那么多的人物情节 就是因为希望儿子能够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记忆 可以这么说吗 两部分吧 第一个我是出发点就是我要写一本书 把我的故事用我的话来告诉我的儿子 这个是我的出发点 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在写的过程中 我也就是说后来特别是后来 出版从出版头到现在其实也做了两年了 这个过程中我也就想 OK如果我是出版的话 我不想写一本书 就有现在很多谈中国的书 从理论啊 从各种角度来说 对离人世间很远 除了学者 除了这个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的人 根本无法读下去 那我想我出既然出一本书 那就希望大家广为流传 大家都能认识 这个因为我想我想把这个我认识的中国 我感受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因为这个我感受的中国 我认识的中国这些角度和生理其境的故事 是我想绝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法接触到的 我想把这个真实的中国 这个真实在决策成的中国 介绍给世界 那你要做到这个世界 这件事情能大家有兴趣来看的话 你也写得很生动 写得很平易近人 那这个是我 就是说这个后来说 我写这本书 我的这个写作的方式方法 和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更加大众化 更加什么 我还想就是回到刚才 您讲的另一点 就是说在这个书出来之前呢 接到了一个突然一下 失踪了四年的 这个前任妻子的一个电话 对 那么这个电话之后 书也出来了 当时电话的内容是 就是不要您出这本书 对 但是这本书现在出来了 对 有没有再接到任何别的电话呢 其实他这个 其实是这一段时间 他一直已经应该说 某种程度自由了吧 那么我的儿子现在定期 也有跟他通电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我们 特别是对我儿子吧 我觉得这很关键 这个对他来说 这他母亲啊 因为母亲这个角色 在所有人的这个生命里面都是 全世界都告诉你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对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当然四年 失踪四年 这母亲 这也不知生死 这对他的这个精神压力 我觉得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就说 他母亲现在 他什么时候想给他母亲 打电话的话 他都可以打电话 然后也能联系得上 那把这个精神负担 给他这个解除掉 我觉得对他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您刚才还提到 这个在香港的这个 最后的抗议期间 你也是深有感触 还回去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游行 是不是 我去 我其实单独飞去两次 去了两次 一次 第一次我飞回去 是6月9号那个 第一次什么 百般人大游行 后来我又飞回去 为了那个当时的去会议选举 那个 当时您回去的时候 您去抗议 我估计是不是还觉得 能够争取到一些什么呢 还是只是表个态 我觉得是表个态 就说我跟 这跟共产党 滚了这么多年 不认为这些事情 可以改变一些 改变任何事情 八九民运 走了怎么样 那这八九民运 这规模比较比香港 一个城市的 一百万人上街 这规模大多了 最后是什么结果 您在这个书的 最后的时候 写了自己很多的一些感想 包括说 当初有这个勇气 就是因为想到 已经做了一些决定 想不管你最后出 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讲的 不管将来是什么 反正我就要把这个写出去 那么现在这个书出去了 目前的这个反应 不管是从哪一边的 您觉得 还承受得了吗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一个人 因为我这个 您看这本书 就跌宕起伏也挺多的 就高了也趋得挺高 低的也不低 所以我对很多事情 都看得比较淡 然后我觉得做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很多事情 在我人生里面 都是模型两可 你可以往这边走 可以往那边走 但是不管你怎么走 最后的结果都是很沉重的 所以我后来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我就走 我相信走的路 然后我承受任何 我做的决定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承受 偶尔也有一些评论人会说出来 说您在这个书里面 写了那么多的人的真名实性 事情 但是只是您这一边写出来的 那么会不会给他们 不晓得找到什么麻烦将来 这是不是把事情做绝了 把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情谊 都不算了 这些也有人做出品 也有人说二十大快到了 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什么 对这些的各路的评论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想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大家评论的话 或者说来说这件事情的话 第一咱们就是说的 我说的事情是不是事实 第二说我是不是把一些 该说的事情没有说 咱们以事实来讨论 首先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 这事情发生 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子是发生的 那么这个是大家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即使说你来猜测我 我为什么脑子里面 为什么我写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来 你这些东西假设我是 为什么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来说了某一件事情 这没法讨论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我会说我有个想法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 你这个东西应该是那个那个 这个没法讨论这个事情 我就说OK 我只是告诉你 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情 我在这过程中 我当时的想法 是什么样想法 至于说你去得什么结论 你可以得任何结论 你可以认为 我这沈东是特别坏的一个人 你可以认为我沈东是特别勇敢的一个人 现在都有这些想法 都有这些说法 没问题 我不是来跟你讨论 我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也不是来要说服你 我应该是什么样 我只是告诉你 我经历这些事情 在经历的时候 我当时是这么样想的 您在书中写到差不多是2008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经济金融风暴之后 开始感觉到整体的经商的环境气氛 都一点点开始变了 那么现在的 您觉得您还认识的 在中国不管是经商的 还是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人 我个人观察还是有不少人 还继续在那里做 我还觉得没有感觉到这种好像那么可怕 我至少还认识一些人还在那里做 那对他们这一方面的这些不同看法的人 您有什么想比如说表示的 或者觉得有什么评论之类的 我觉得一个14亿人的国度 每个人身处的环境都不一样 每个人面对的机会都不一样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几年前 当时也先跟国内一些人讨论很大 大家都就是说也在讨论这个变化了 习近平上来以后的变化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人觉得 这整体大环境是不好 但我这个小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有发展机会 对吧 还能去跑点钱去还能挣点 那么那我就是我的看法 说如果挣钱是你的目的的话 这个你继续干呗 你觉得你的小环境 你的判断认为是特别有机会的环境 但是我觉得提一个醒吧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书里边 其实有一条主线我在说的 其实是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个本质 然后在这个本质下 其实我们都在国内大家做生意 所有做生意的人不管大和强 咱们都是说的共同的一句话 咱们都干着刀口上舔血的买卖 对吧 踩钢线的 你认识共产党的本质 你知道自己的风险在哪里 那你愿意再冒这个风险 继续往前走 认为你这个风险 你是值得去在这个风险下进行投资的话 那是你的选择 但是你要充分认识自己的风险 中国政府是讲中国这么大 这么多的混乱的因素在里面 国内国外的风险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 这么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这里 镇得住管得住 中国就可能就会遭遇更大的混乱 这是中国政府一直相对来说表达的 是不是也会将来考虑用中文出一个版本 这样的话可能也给更多的中文读者 有一个机会来分辨这里面的自己来来做一个判断 是是是这个昨天刚刚昨天这个台湾的出版社刚刚在买了我的中文版 所以这个繁体制中文版会在台湾出版 下一步还有新的出书的打算吗 出书可能还没到吧 因为现在这本书其实到现在也就出了一个月 一个半月吧 其实很多事情还在发生 这个现在这个有很多版本 我都就是连我的出版社都没想到 他这个外蒙 外蒙股买了这个买了这个要买了这个版本 说要在外蒙发表 这我那出版社说 他们从来没跟外蒙打过交道 说外蒙还会买美国出的书 就没经历过 这个所以很多事情还在发生吧 我想可能可能过了明年吧 可能过了明年很多事情 因为我那个法文版 德文版明年二月份出 然后韩文日文也是明年出 然后现在又说什么泰文啊什么 就冰岛文 就想都没想过的事情都都在发生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可能到明年 for了明年吧 很多事情就是说平静下来 以后回头再看一看 然后再说这怎么怎么往前走吧 好再次感谢呢 今天您有时间来到我们BBC 与我们一起 与我们的观众 与我们的读者一起来分享 您这本书和其中一些心理的历程 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